好,那我们请学姐开始介绍 好,那可以先点左上角的档案 然后新增档案或转案,第一个 然后选择第一种,Widget Application那一个 因为我们这个系列课程主要是要教你们使用有主式创作的程式 所以我们会选第一种,之后也都是 OK,好,用这一种,这个是视窗承认 好,先这一种,好 对,然后这边是专案的名称跟你专案要放的位置 然后专案的位置通常我都会专门建一个新的资料夹 就是专门放QT的专案 然后就让它之后都自动存进去 这样可不可以,第一 嗯,可以,然后我通常自己建立完 然后就会点选那个作为预设的专案位置 然后就固定都把QT的专案放在里面 老师你要先建资料夹才能 好,然后这样不见了,我就这样子 可能这样可以,所以这边就有一个是 你们要先建资料夹,这样可以 好,这样的话就是下一步 然后我要讲的就是这边就是会用到Visual Studio 就是这边会要你选,就是如果有Visual Studio的话 这边就会有一个Visual Studio的选项 在哪里?我目前这边没有 老师你有下载Visual Studio吗? 不是啊,我这边有装嘛 本身就有装Visual Studio 2012这样子可以 那可能就是不用去改它 因为我这边查是 如果它原本预设是这样的话 可能就尽量不去跟动它 因为我这边是曾经有 我的电脑同时有2010版的跟2012版的 然后如果我两个同时都有选的话 就会有错 OK,好 我都会只选择2012的 OK,好 对,那如果没有可能就不用去跟动 好 再一个 然后这个也不用,这是它类别 对,完成 OK,好 那另外这个也很好 因为那个学姐装过 老师这边也装过 那个装的每一个人的电脑环境都不一样 在座我们有十几个同学 到时候也装 不确定都可以装 假如万一不能装怎么办 这个是这礼拜的左右 假如不能装 就是说 到时候的话就是要同学反应 等于说不能装 我们到时候的话再看 等于说那个 所以下礼拜视讯的时候 讨论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装 因为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以老师来看最难的一步 这个东西 要能够装起来的话 才有得完 不然这个假如没有装了就没得玩了 这样 那个是打 就是 就是 就交不下去了 这样子 等于说 好 那 抱歉这个是打差 所以这边的话 这样已经开一个装 接着呢 接着怎么办 建专是就到这边为止 接下来就是 老师要讲Hello World吗 要讲一下Hello World 这样可以 如果Hello World的话 就是要点左边那个像方案总管的地方 那边有一个圆码 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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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man.cpp OK 然后 老师你要可能要看一下 那个我那时候 Hello World的那个PPT 好 我插一下 就在这一边 最左边 这是刚刚出现 他原本就预设 就有的程式嘛 就是可能 就是会有刚第二行 对 就是是老师画面这个 OK 好 这样 可是如果 如果是想要在视窗上 显示 想要印出的字的话 就要 你要再加几行的程式嘛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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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个Hello World 那个没了 放到哪里去 我就是那个被说成小了 OK OK 好 那再来的话是怎么办 就是看起来是新增一个Label 是不是 就是新增一个Q-Label的那个程式 对 那一行就是最上面那个Q-Label的那个类别 那个韩式库 OK 所以如何新的在这一边 不用用程式架 要用程式架 要类似我 好 用程式架 老师可以复制 OK 好 这也是等于说 等于说 好啊 就是用 复制的 OK 因为 其实 这也分享一下 像老师也是 这个很少写这一个东西这样 几乎是没有写这样 看在这一边 所以看起来是在这一边 Q-Application 这个有Main-Window W-Show 是扣到这下面吗 还是整个 上面两行Main-Window W那个物件 那两行 那两行可以注解掉 OK 你是说这一个Main-Window 对这行跟下一行 OK 这个 这个 另外可能有一些同学 就是说没有看过这一种城市 码的话 这一边就尽量讲得比较慢一点 这个 这样两杠的话就是说 这个每一行都是一个指令 假如他没有学过城市语言的话 就了解这个 现在先不懂的这个意思没有关系 就是晓得这个是一个 比如说一个城市这样子 可以 就是这个 整个从Main开始大括号之间的这个是城市 这样子 可以 每一行的话都是一些指令 目前看不懂这个指令 没关系 这样子 可以就是照着这样打 因为这一边的话其实就只有 一二三次 不到十行 这样子 可以 可能在这一边 Label等一下可以看一下它的效果 这样子 好 那这样是不是城市就写完了 这样子 对 然后我PPT没有介绍就是他们各式 什么意思 OK好 那等 我们写完了先执行好了 很怕就是不能执行这样子 好 储存 储存 全部储存 他在建制专案就也要等他一下 就是会等于说要等个一两分钟 这个可以忍耐一下 顺便我也聊天一下 像现在电脑已经很快的 虽然我这台电脑很慢 可是相对的跟 当初我学电脑的时候 哇 二三十年前的话快很多 我们那时候执行的话 会等于说 会非常的久这样 OK好 好 那下来的话 这样看起来就成功 有个Hello World 跑出来这样子 First QT Project Hello World 这样子 就跑出一个视窗 这个就是我们的结果 有这样的 那所以也没很久 大概差不多一分子 不到一分钟 那以前我们执行 哇 等于说我还要等于说 就是还要 对啊 真的是等很久 那时候就很紧张刺激这样 到底可不可以执行这样 Hello World 我这一边吧 OK 对 我们改一下 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错 这样 Hello World 那再执行一次这样看 摸紧张 所以 这样大概理解吗 这个Label 假如在座 其实有学过那个西语言的 应该很少学那个视窗程式 那这个就是一个视窗的物件 那里面的话有一些东西就会在这一边 等于说启动这样子 产生这样 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样可以 OK 类似这样可以 好 所以这边就可以执行 那所以在这一边就可以 等于说在这一边 假如要执行就按这一个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 执行的时候 这一边可不可以中断 等于这一边 我顺便打一下X 这个东西的话 除了这个 假如学过西语言的 一定看过这个 INT I 这一个东西 这个是设定一个变数 INT INT I 等于 1 I 等于 I 加 2 好 好 那那个 这一边 我不知道这一边可不可以印出来 我可能这一边再挑战一下 不过在这一边 可能 就这一边 我可以设一些中断点 到时候 这也很有用 这个可能就是说 写程式的时候 最常碰到的 我可能 除了这一个 按这一个绿色的话 还可以按这一个 这一个是 这个是开始斟挫 我们看一下它的 效果怎么样 这样子 再看 嗯 有停止吗 还在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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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要等一下 跑完了吗 跑完了吗 那真的会跑完了 跑完没有跑出来啊 还没跑啊 还没跑 还没跑 还没跑完 真的是 很慢 好 这一边就有跑 现在是 跑到这一边有一个 假的 我这边电脑萤幕是有看到一个黄色的键 i 好 那你移到这一边 它是一个 这一边 你 滑鼠移到这一边 它会跑出一些信息出来 那个 i 那这个 它 那在这一行 再跑 在这一边再按一个 按下一个的话 它会跑到下一步 那你滑鼠再移过去 就可以看到这一边 就这一行执行完了 就 i等一 所以现在 i 是等一 再跑下一个 可能 i等于 i加2 所以 i应该变成等于多少 等于3 那这个是一个 应该是最 最基础的程式 假如你们学程式语言 一开始就是这样 设定一个变数 给定它变数的值 那再来的话 做一些 这个运算 运算 那运算都是 通常是写成这样子 可能 希望下礼拜 另外一个学姐会教到这些东西 这样 类似这样的状况 那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没有 这个中段节 它就会一直跑 一直跑到结果跑出来 OK 应该有了吧 那这个还是一样 把这个 那这样就跑完了 大概是这样的 结果 OK 好 好 那这样的话 那个学姐要不要 就玉琳 玉琳这边 要不要把这个投影片介绍一下 顺便再说 读明一下 这样看 下一步 再下一步 再下一步 对 这就是刚刚老师贴过去的程式嘛 但是因为你们下来都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 然后我后面会讲 然后右边那个就是它执行的结果 然后再下一步 再下一步 所以我要先讲 Q Application 它那个 类别 韩式库是什么意思 然后再下一步 再下一步 再下一步 这边你们可能 这个对你们来说可能太深 但是它意思就是 但是它意思就是负责就是程式的开始结束 那如果事件回圈那个你们就可以不用理它 反正就是意思是程式的开始需要有Q Application 这个类别 这个类别 再下一步 然后这个类别就是可以提供视窗外观 所以我们刚刚也可以看到我们有视窗的东西跑出来嘛 其实也是这个东西提供的 然后再下一步 然后要注意你每一个 你每一份程式你都只能有一个Q Application的物件 因为就是你不可以宣告两个 所以你现在刚刚的程式你们有看到它只有 老师只有宣告一个 好再下一步 再下一步 再下一步 然后接下来就是Q Label的东西 Label就是标签嘛 标签就是要用在视窗里面 可以显示文字的一个物件 好再下一步 然后Q Label它就是一个图显元件之一 就是可以显示文字 再下一步 所以像这个 它的宣告方式就是Q Label 你宣告一个 一个星号Label的这个物件 然后你去New New的意思就是你去建立它 所以你在后面的那个 看到那个Hello World那里面 就是意思是你要显示什么样的文字 好下一步 所以如果你要去改文字的话就是 你去改Hello World那个地方 你把它改掉你的 视窗上看到的文字就会不一样 再下一步 然后刚还有一行是Label 然后它有一个很像键套的东西 它那个意思是 你们可以不用去理它 反正意思就是你Label下面 你有个功能是设定视窗标题 就是上面看到的那一个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设定 你视窗你要叫什么 然后下面的Resize 那个是设定你的这个视窗你要 你的长跟宽要多少 所以你就去调里面那个 300跟100的数字 然后因为Label你原本是预设 就是你不会显示 所以你最后你还要把Label秀出来 意思是你去显示这个Label里面的文字 然后下一步 再下一步 下一步 然后因为 所以我们刚刚才 在Label在Label可以支援HTML5 你们有学过HTML5吗 要签点东西 应该是大部分同学都没学过 不过没有关系 就直接讲 HTML5值得 那后续的话可以再去 等于说在座的同学 可以再去了解看看 这样子可以 好 好那再下一步 所以我们刚刚 HTML5就是 它是一个标签 然后它可以在标签中间 你可以放 你要怎么去设定它的文字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所以像HTML5的那个地方 因为Label支援HTML5标签 所以我下面可以把HTML5的地方 改成是HTML的东西 所以像我里面 那个 我紫色的地方 我去 你们有看到H1吗 H1其实就是一个段落的东西 所以包在H1跟斜线H1中间的东西 代表它是第一个段落 然后因为它一开始H1 后面是斜线H1 代表这个段落是到这边结束 然后它中间我是包了 有没有看到FONT 意思是我要显示的那一段 这个第一段的文字 我要设定成什么 像我是打 我是等于不入 所以我的字就是要设成蓝色 你要注意 它中间你们只能打英文 不要打中文 然后 所以它 然后后面你们还有看到一个斜线FONT 那个就是你的文字的结束 标签结束在这边 然后中间 我包的Hello World 就是我要显示的文字 然后我要显示蓝色 它就是第一段的文字 然后第二段就是一样是H2 然后有Cast的标签跟结束的标签 然后中间我一样包FONT color 然后这次我是 它的显示是红色 所以我就是Red 然后中间包的字就是我第二段的文字 这样有问题吗 可能蛮多问题的 因为这个东西可能不少同学没学过 不过没有关系 就是HTML值得学 到时候的话 就是看久了 它其实就是网页的标签 它没有看过的就是 这边因为一下子看太多 可能就会有一些 等于说不太晓得 不过看习惯的就晓得 那个怎么改这样 类似这样的 那如果你们想要改 比如说第一段文字 Hello World 然后你要改 那个蓝色的颜色的话 就是在Blue那个地方改 如果第一段的文字你要改的话 就改Hello World的地方 你们应该看得懂 哪里改什么吧 所以像第二段红色 你就去改Red的那个颜色 然后第二段红色那个字要改的话 就是改后面那个 It's my first project 那个地方 改文字 就是你可以仿造我的这个 这段程式 然后去改 稍微的修改就好了 OK 还是我们要试一下 挺起来试一下 好了 那个 虽然只剩最后两张 这样子可以 好 把这个 一样就是一样照抄 我希望说这样可以 OK 那抄的时候要过程要注意 就是 假如没有学过程式的就是说 这个电脑或这个程式 其实是很笨 就是说你 就是一个字错它也不行这样子 一个字错它也没有办法执行这样子 那所以抄的时候就要很注意这样子 不要抄错了这样看 在这边 我不确定现在这样有没有抄错 看起来有 所以这样有贴错吗 有同学看起来 看到哪里贴错吗 那这边 这边就有错 这边是一个双银号 所以在这边 我可能刚刚都抠了一个银号是不是 那这个又这么长 那后面这边 我的屏幕 前面那个括号 这个是 这样可以吗 嗯 对 这样可以 我弄下来的话它会变成这样子 这样可不可以 把它拉过来一点 这样好像怪怪的 好 好那这样看起来是 好就是一个很长的这样一串字 类似这样 我不知道 换糖可不可以 那这边我也没有体验过 刚才换糖它会自动帮我抓 加那个东西这样子 我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我们就执行看看这样子 好 那假如你不争错的话 就直接按这一个 那 那 Label的Size 跑出来 这样也不错 Label的Size 三百一百 所以宽是三百 高是一百 是不是这个意思 这样子 嗯 对 那我设一下 这个 四百 好 所以在这边就改变它的视窗的初始外观 类似这样的状况 OK 好 OK 所以这样 假如同学可以的话 也可以照这个投影片 那下去 那一开始可能会碰到不少问题 这样子 可以 没有关系 好 那所以 最后有一个是不是作业这样子 可以 对 OK 好 那可能是类似这样 OK 就是你可以 换行 就是我刚刚讲的 一个段落一个段落 那个标签 换行印出 你们自己的 英文名字 跟学校名称 英文名字 你们可以随便打 及学校名称嘛 然后文字颜色 把它改成蓝色 所以我刚刚讲 你们应该知道 要改哪里了 嗯 差不多 就这样 好 那这样可以吗 就是说 其实有两个作业 第一个前提 你当然要把QT装起来 这样子 装了可以跑 那再来的话 就照这个投影片 照这一个投影片 等于说 打出可以这样子 那 目前的话 就是 以后会要求要交这个 线上上传这个作业 这样子 那 下来的话 可能就是说 同学先试 那 就是先QT先装起来可以跑 那这样就 等于说 你可能 这星期的做任务 就完成了 大概百分之 九十这样子 甚至这一门课 可能就完成百分之五十了这样 因为 其实也剩余的东西的话 就 对我来 老师来讲都简单 这些城市 当然 目前对你来讲是很困难 这个东西 假如你能够定期上线 定期跟这些学长 去讨论 像这样的一个城市 假如我那个 我就写不出来怎么办 假如你那个QT可以装 那个视讯可以walk 那 就是QT的环境可以跑 视讯可以walk 这个城市 实际上 从写以我们的经验的话 大概十分钟 就OK了 这样子 那所以到时候就是 第一个就是要 确保把这个你的 你说城市跑的环境可以加 目前这个城市看起来 就是以我们来看的话是 是有一些 有意思 可是就不会很 应该是说很简单 很单纯这样子 可以先试看看 这样子 好 那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不好这样的话 在座的同学 有没有要讨论的地方